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 中东非洲之行期间出手近三千亿人民币用于途径六个国家的贷款 投资和援助引发国内民众对撒币外交的新一轮不满 习近平执政五年来 他倡导的一代一路成为一路撒钱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五年来为习近平的这个宏伟规划 已经至少投入一万亿人民币 结果却是国内民众怨声载道 国际社会猜忌重重 如何理性评价中共的撒币外交 一代一路是硕果累累还是烂尾工程 中国民众的抱怨有没有道理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说 习近平不但没有接受他在公开信中所提的建议 反而加强了对他的监视 孙教授透露 由于今晚要上美国之音的节目 他就派了六个公安杂门而入 不许他接受采访 于是孙教授拿起菜刀和他们拼命 最后他们就站在门口进行密不透风的监视 孙教授强调说 我可以发表我的看法 这是我的言论自由 孙教授说 因为他觉得习近平不该去非洲大撒币 所以就写了一封公开信 建议他不要这么做 但他这一次还是搞了很多所谓的援助和投资 孙教授分析说 他想搞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有一些自己的打算 这个我们并不反对 但他这么做还得考虑过去一系列的做法 中国人口很多 现在还有很多穷人 你去国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你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就不要做那么大的事 现在一带一路成了一个问题 真的成了撒钱工程 很多项目很难有良好的结果 孙教授说 现在国内穷人非常多 有的看不起病 有的没法养老 有的尚不起学 这种现实之下 还去外面撒钱 本身就会激起民间的反弹 再者 去外面投资 但对外部的情况又并不熟悉 国外很多国家情况复杂 而且很多也在民主上出问题 再加上 中国出去投资缺少经验 缺少市场经济的头脑 很多投资都可能会舍本而归 比如高铁项目 国内也都没有几条高铁在赚钱的 还建设到国外去 这样人生地不熟 到底能赚钱吗 当孙广文教授正想继续说下去时 他向观众通报 公安又来了 这时候他向公安喊道 什么 我讲错了吗 你们听听我错不错 老百姓很穷 我们不要到非洲去撒钱 后来他发现公安人数增加了 但他依旧继续说 撒钱对国家和社会都没有好处 但他话一说完 就听到他与公安交涉的声音 他说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不然我砍你 这是我家 你到我家来是犯法的 我有我的言论自由 而这句我有我的言论自由 就是孙文广教授在今天时事大家谈上留下的最后声音 之后电话立刻断了 再也没法接通 北京独立时评人胡佳说 中共官媒在习近平出访过程中高调宣传习近平出访一系列国家所结出的硕果 而我们能看到的硕果无非是那些国家很欢迎中国去他们那里金元外交 把成百上千亿的资金投在当地 而正好就在他金元外交的过程中 中国国内爆发了假疫苗事件 以及有些地方提出要推迟养老金的发放 诸多国内问题都暴露出一个明显的缺口 就是国内的资金紧张 许多老百姓没有在民生方面得到基本的保障 最近的高温暴雨让多地全面受灾 而在这种时候习近平却向外撒掉三千亿人民币 汶川地震的时候 中国老百姓倾囊相助也才捐了几百亿人民币 现在中国又面临各种社会问题 但习近平却把大把的明知明高向外撒出 所以国内已经怨声载道 胡佳说 美国政府在使用纳税人的钱方面 有诸多节制和诸多监督的 他不能任意挥霍 这一点和习近平所操纵的中共不同 他们可以把老百姓的钱像自来水一样花出去 在有一带一路所包括的很多国家中 美国也已经有部署了 在有些国家还有它的军事基地 相比中共 美国在那里的经营时间已经长得多了 所以虽然中共有很多投资 但不会动摇美国对这些国家影响力的根本 当年里根总统用星球大战的计划催垮的苏联 那现在美国也可以高调的对抗中国在外交和经济领域的扩张 如果美国在这上面投资一亿美元 估计中共还会嘲笑 觉得小儿科 觉得这是美国衰弱的表现 他说不定会拿出十倍百倍的钱去证明自己才是最有实力的 但这种较量会让人联想起当年星球大战计划最后的成果 那就是共产党的垮台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说 这次习近平的撒币外交是他上任六年以来持续不断向外资本扩张战略的继续 目前为止已累计有一万亿人民币 按照港台与美国的说法就是一兆 不顾本国民生把这么一万亿人民币投资在外面 到底本意是什么 李伟东说 这是五年前刚开始宣传一带一路的时候出现的红色资本的胜利大逃亡 也就是说中国模式祸害完中国之后还要去祸害全世界 并不是习近平看不懂国内的问题 也不是他不听国内有识之士的劝告 而是他就是顽固坚持一条路线 通过资本扩张打破所谓的美国封锁 通过资本扩张在全球范围与美国争霸 不管国内宁记民生如何 不管反对生硬有多大 这种战略坚决不动摇 所以并不是习近平傻看不懂国内的事 而是他不惜代价认定了这种国际战略 这个战略的前提是建立在美国衰弱 美欧分歧 世界其他地方美国逐渐收手 于是中国想要填补空缺 而填补空缺就要通过撒币外交去收买 当然有些地方没让中国达成目的 比如马来西亚就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 但总体上 习近平还是赢得了一些相对贫穷落后国家的欢迎 让中国的势力进一步向非洲南美扩张 现在的非洲差不多已成为中国州了 李伟东说 在中美现在这场贸易战和全球的战略利益争夺方面 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有两大不同 首先 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有节制 需要通过一套民主的程序 而中国政府则是现在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 虽然民间没有钱 这正是多年对民间资本和利益搜刮的结果 第二 中国政府可以毫无顾忌的压榨本国人民 在这两个前提下 美国以及其他国际民主势力 要想从中国手中取得贸易战和其他方面较量上的胜利 并不容易 但这上亿美元的投资会是个很好的开端 因为李伟东相信 美国政府欧盟以及日本和其他民主国家会慢慢看清楚这个新纳粹红色帝国的崛起对全球的危害 现在称之为大撒币外交没有冤枉习近平 他是有他的战略意图 意图就是反美与美国在全球争霸 党国至上 而且一直秉承慈禧太后以来的宁与外邦 不与加奴的统治理念 我们怎么说都不会有用 他一直坚持他的战略会一条道上跑到黑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美中贸易战白热化 美国打算提高2000亿中国商品税率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前一阵儿 美中贸易战对抗双方持续加码 而美国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已经出见端倪 雪上加霜的是 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提高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加征税率 这会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美国白宫顾问正在商议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 从限定的10%提升到25% 经济学家分析 如果这项提议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 美中贸易战的波及面和影响力势必会大幅提高 独立经济学者美国高地智库研究员秦伟平认为 白宫再次加码势必会加剧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困境 他说这个应该是超出中国政府的估计之外了 不论是对美国的外贸出口还是外资的撤退 还是中国国内企业的倒闭失业的情况 都有一个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是灾难性的 业内分析 中国政府高层虽然现在已经人心惶惶 但对外一致的强硬口径不会动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 美方的施压和讹诈不会起作用 如果美方采取进一步升级的举动 中方必然会予以反制 我们会坚决维护我们的正当合法权益 美国政府在7月10日首次宣布了 对2000亿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的决定 意在对北京方面加压 迫使其做出实质性让步 这一轮关税的加征范围不仅囊括了化工品和钢铁这样的大宗商品 还涉及注入家具轮胎和美容品这样的大众消费品 如果白宫落实正在考虑的关税提升方案 普通消费者很可能会面临显著的价格增长 据路透社援引不具名的消息人士说 美国政府最早可能在周三就会宣布提升关税的决定 受贸易战的紧张气氛影响 中国政府对国内经济放缓的危机感愈发强烈 中国央行向国内银行释放了超过5000亿亿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 鼓励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等领域放宽借贷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 鉴于下半年外部环境有很多变数 中国政府会持续扩大内需 舆论普遍认为 这是政府再次放松资金流通的委婉表达 经济学者秦伟评补充就目前的政经局势来看 中国领导人近年来试图通过收紧流动资金的方式 控制恶性借贷的调控方案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他说中国政府从2016年开始就提出他要去杠杆 然后坚持了两年发现非常痛苦 最近已经是风向大变 从国务院的常务会议和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透露的信息就是 几乎全面否定了之前的去杠杆政策 现在要实行放水政策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7月份的经济数据 显示中国商业活动在逐渐放缓 考虑到上个月是美国第一轮关税实施的首月 专家表示关税已经开始拖累低迷的中国经济了 数据显示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从6月的51.1降至51.2 是5个月内的最低点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是通过对采购经理的阅读调查汇总得出的指数 反映了经济变化的趋势 但由于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指数的融枯分水线是50 这表明中国经济还在缓慢前行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叶耀员认为 白宫如此迅猛的乘胜追击让他有些意外 这表明美国政府想要加速中国经济的衰退 而现在正是大好时机 叶教授说 如果去看一下最近的一些经济指数 美国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都是历年的新高 从这些鹰派的角度来看 美国现在有成本可以输一点 即便我们把关税提高 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某些影响 可是我们现在的市场正在蓬勃发展 所以影响并不会太剧烈 他还说 美中贸易战让他想起了冷战时期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螺旋式军备竞赛 双方都认为自己做出的每一个举动都出于自我防卫 但轮番的反制行为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来自内部的压力 他推断 只有当中国既得利益者发现自己的国民经济再也无法承受更高关税制裁的时候 领导人才会做出原则性妥协 两国政府官员表示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经济特使刘鹤仍在进行非正式磋商 但外界认为双边贸易谈判仍然举步维艰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习近平成为国内批评焦点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日世界之声报道 尽管中国官方强大的整肃禁止任何对中共领导人批评 但近期发生的种种引发民众忧虑的大事件 包括中美贸易战 经济下滑 假疫苗丑闻 让批评与质疑的生硬冒险提出 据纽约时报报道指出 中国立法者今年早些时候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让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权力看起来极为稳固 但不到五个月后 中国已被经济密封疫苗丑闻 以及与华盛顿打贸易战等事件弄得人心惶惶 这使北京的批评人士更加大胆 开始对习近平的全面控制提出质疑 自从习近平六年前上台以来 审查和惩罚一直让中国的不同意见噤声 北京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 上周冒着很大的风险批评了习近平的强硬政策 以及他恢复共产主义正统观念 允许宣传中阿余奉承的做法 这是迄今来自中国学者的最严厉谴责 许章润写道 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 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 再度深感迷惘 担忧日盛 已然引发全民范围 一定程度的恐慌 他的文章出现在天泽经济研究所的网站上 这家北京的独立智库 最近被迫离开其办公场所 天泽所研究员江浩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很大胆 许多知识分子可能也有同样的想法 但他们不敢说出来 报道说 许章润敦促中国立法者推翻今年三月的表决 该表决取消了对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任期两届的限制 中共主导的立法机构几乎全票通过的这项修宪议案 为习近平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继续担任国家主席 共产党领导人以及中央军委主席铺平了道路 许章润的文章出现时 国内的一连串麻烦已经让习近平的铁腕统治方式成为批评的焦点 尽管文章受到审查者的阻止 但已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 其他的一些不那么严厉的批评和请愿 以及对习近平政策的嘲讽也在网上传播 通常是在流行的社交媒体服务平台微信上 据正在翻译许章润的文章的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说 许章润写了一篇中国文化核心挑战共产党政治核心的习文 其内容以及强有力的文风将在中国的整个党国制度 乃至更广泛的社会中产生深刻的共鸣 近几个月来 中国一直在努力应对于美国日益严重的贸易争端 一些中国外交政策专家曾暗示 如果北京方面采取更灵活的立场 更快平复有关自己目标的招摇言论 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本可能得到控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贾庆国最近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说 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应该要低调 不能营造一种要取代美国模式的氛围 报道说 有关数十万名儿童接种了问题疫苗的爆料 引发了公众的愤怒和抗议 尤其是因为政府曾在以前发生类似丑闻之后 承诺清理疫苗行业 目前的不满情绪并不对习近平手中的权力构成任何直接的威胁 习近平和共产党仍牢牢的控制着一切 许多中国人支持习近平的反腐运动 也支持他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不在领土争端上妥协的强国的誓言 但党内人士和外国专家说 最近几起事件之后 在知识分子思想开明的前官员和中产阶层中 似乎正在形成一些对习近平强硬政策的担忧 一位要求不具名的前官员说 很多以前的同事都在传阅许章润的文章 报道说 包括此人在内的一些人认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批评可能会汇集成更深的不满 进而侵蚀习近平的权威 使其他高级官员有更多的勇气来质疑他的决定 曾在中国当记者 现为澳大利亚悉尼洛伊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 马利德最近写道 最近抵制习近平绝对权力的苗头已经开始显现 马利德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更难回答的问题是 这对现实来说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如果这意味着权贵政治内斗加剧 那就可能会导致政策瘫痪和不稳定 而不仅仅是一场更自由更开放的辩论 许章润在文章中挑战了另一个政治竞技 他敦促政府为六四平反 他指的是1989年 在中国许多城市爆发的亲民主反腐败的抗议活动 活动以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而告终 明年是这场血腥动乱的30周年 对政府来说那将是一段紧张的时期 许章润在这篇文章用晦涩的语言和历史典故写道 照此趋势以往 改革开放会否就此终止 极权回归 意味可知 此时此刻 全体国民之最大担忧 莫此为甚 纽石说一些迹象表明贸易紧张和国内的批评可能已促使习近平的政府缓和了公开姿态 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嘲讽了声称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技术强国的中国学者和专家 并告诫新闻媒体遏制自我吹嘘的做法 曾任副助理国务卿 谢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谢舒立说 弄清这种批评是否能约束领导层还为时过早 但有趣的是 外交政策的言论已经出现了一些调整 他说 这暗示了一些自我矫正的能力 至少在言论层面上如此 报道说 另一些人则看到了共产党正在从崇拜习近平的做法上冷静下来的迹象 许章论在文章中说 有关习近平的宣传很像围绕着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他呼吁赶紧刹车 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政治学家杨大利说 宣传机器因挑起了这种个人崇拜 也因搞砸了有关中美贸易争端的信息传递 不得不采取首饰 纽约时报指出 似乎没有理由认为北京会彻底改变个人崇拜的做法 习近平的名字一如既往的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频繁出现 据香港大学媒体专家钱刚的统计 7月份出现的次数没有明显下降 而且共产党发起的学习习近平在中国西北部梁家河村度过的青年时代的运动 继续催生令人目瞪口呆的报道 许章润的未来 现在可能成了对习近平是否会鼓励更大程度的容忍批评的检验 许章润没有回复留言 也没有接听电话 他正在日本做访问学者 他可能会受到北京方面的谴责 但许章润在文章的最后这样写道 话说完了生死由命 而新亡在天已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批评习近平 孙文广遭公安破门抓走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日 美国之音报道 对中国人权记录持批评观点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 孙文广昨日于夜晚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时事大家谈的电话采访并发表个人观点时 遭公安破门而入 孙文广居住在山东省省会济南 他在节目直播期间被警方从家中带走 美国之音中文部普通话组随后试图通过手机和微信联系孙文广教授都没有得到回音 在节目中通过电话听到的孙文广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有我的言论自由 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给中国外交部新闻司打电话 请求评论 但是对公众开放的手机被关闭 坐机无人接听 叶斌还联系了山东大学公安处和济南公安局山大陆派出所 两处机构都不予评论 美国之音发言人布里奇特·瑟查克在一份声明中说 有关这起事件的细节仍未得到证实 与此同时 美国之音正在密切关注局势 一旦了解到更多情况 将向节目受众提供最新信息 瑟查克说 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声明的那样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此项权力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 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 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他还说 孙文广经常公开谈论 中国人权和中国的国内与外交政策事务 孙文广是应美国之音主持人 许波的邀请参加历时一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的 许波与郑玉文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轮流主持这一节目 许波曾在两年前为某一新闻节目采访过孙文广 他说 这是孙文广第一次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 星期三的讨论话题是中国的撒币外交 瑟查克说 孙教授从家中接受电视直播采访时 向美国之音主持人报告说 当地公安强行进入他的住宅 要求结束采访 当孙教授拒绝时 电话线在电视直播期间中断 美国之音随后试图重新联系他继续采访 但没有成功 孙文广参加的电视节目从华盛顿直播 节目中还有另外两位嘉宾 美国之音主持人许波 希望采访孙文广 是因为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上个月访问非洲和中东的前夕 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习近平 孙文广在公开信中敦促习近平停止大笔花钱提供对外援助贷款和投资 他写道 中国有大量穷困人口 我们有必要去国外大洒币冲阔老吗 孙文广的公开信暗中批评了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 在微信和海外中文媒体引起轩然大波 一带一路是要建立一条交通运输网络 通过陆路和海路 把中国与东南亚、中亚、中东、欧洲和非洲连接起来 孙文广在讲话一开始就告诉美国之音主持人说 今天晚上你们要采访我 他派了六个公安 破了门 把门砸破 进来不准我接受采访 现在我就拿起刀来 跟他们拼命 他们现在站在外面 我可以发表我的看法 这是我的言论自由 他接着评论习近平在非洲之行说 他那想搞好一些关系 或者有他自己的打算 这个我们并不反对 但他这样做 要考虑他过去的一系列做法 因为中国人口很多 很穷 去援助国外 要量力而行 你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就不要做这么大的事 他在节目中还说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 国内的穷人非常的多 有的看不起病 有的无法养老 有的无法上学 那么在这种现实情况下 到外面去撒钱 他本身就会激起国内民间的一种反弹 再有一些投资 你对外国的情况并不熟悉啊 在这个情况下 中国出去投资 因为缺少经验 缺少市场经济头脑 这个投资多半都会使本而归吧 就在孙文广继续发表评论的时候 他告诉观众说 公安又来了 公安又来干扰了 他数着数字说 四个五个六个 节目中可以听到 他对公安喊话说 什么 我讲错了吗 你们听着点 错不错 老百姓很穷 我们不要到非洲去撒钱 孙文广随后又告诉观众说 来了七八个公安 他继续接受采访说 这个撒钱啊 对国家对社会都没有好处 公安在此刻打断了他 可以听到孙文广最后喊道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跟你说 砍了你 你到我家来是犯法的 我有我的言论自由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 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习近平下令军队全面退出有偿服务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2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出最新指示 要求到今年年底 中国军事部门必须停止所有经营性的有偿经济活动 退出市场 包括幼儿园在内 这个指令是7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发出的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 习近平在会议上表示 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 对把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都具有重大意义 报道引述习近平的话说 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 要做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发现问题一查到底 对违纪违法的人合适 严肃处理 绝不姑息迁就 美国的彭博新闻报道说 这些军队有偿服务 包括幼儿园和地产出租等 这是两个月内 中国最高层第二次对这个问题进行表态 今年6月份 海外明镜网报道说 北京做出类似的指令 但却遇到不小阻力 明镜网主编和平说 许多经营活动确实不易立即停止 他表示 主要是企业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总是有长期累积的问题 瓜葛和延续的时间很长 从技术性的角度 也不是说能轻就轻的 过程中总会有些部门提出 它有特殊性 阳凤因为扭曲北京中央的意图 这个也是长期存在的 中国军队经商办企业在八零年代中期后到达高潮 当时中国有超过两万家由军事部门设立的企业 1991年 中国开始限制军队经商 见次推行清理政策 到目前仍有大约6000个和军队有关的项目 在提供所谓有偿服务 包括幼儿园 医院和军事用地及建筑物出租 去年因为虐待幼儿而引起广泛关注的北京红黄兰幼儿园 就曾传出其有军方背景 某军事机构持有股份 从小在军队大院长大 也上过军队的幼儿园 现在旅居美国的政治学者王军涛博士说 现在这些幼儿园和以前的性质不同 他说过去的幼儿园是服务单位内部的事业单位 后来就算还是单位内部的 但也发展成企业核算的企业 或商业运作模式了 王军涛表示 中国军队从事经济活动由来已久 在中共的红军和八路军时代就已经存在 而军队经商和大规模参与市场经济活动 造成严重问题 则是在八九十年代开始的 对中共军队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 他说 特别是解放军是掌管暴力的机器 它有外边不能介入的系统 国家对它的管理是非常薄弱的 比如用舰艇和飞机走私 政府都不能查 这样对国家经济外贸甚至形象都有很多负面影响 王军涛分析 不少军事机构都地处大都市的闹市区 完全对社会封闭 以经济效率来说并不划算 但在中国目前的机制下 最高当局也只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处理 事实上 中国清理军队经商办企业 至今已经27年 但问题仍未彻底解决 最后才出现了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这样贪腐数议的大老虎 和平认为 这次习近平下定决心 停止军队有偿服务的政策将获得落实 他认为大部分会关掉 但少部分的因为其特殊性可能会保留下来 但和平也认为 虽然中国大幅度提高了军队的工资 但和其他政府官员相比 收入仍然差距不小 北京斩断了军队自己的经济来源 但如何安定军心 将是习近平面对的长期问题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 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场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鸡赏一栏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三天到一周时间内 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